我們剛剛在用這邊的時候就是 3DSH只支援STL 那我剛剛有下載這個錄的 OBJ 那怎麼辦呢 我就利用這個 TingerCAD 來,您看一下 因為TingerCAD它支援 這個雖然我們還沒有介紹,但是沒關係 TingerCAD它支援匯錄 你按一下之後,它支援STL還有OBJ 有沒有,所以我可以從這邊把我找到的 這個OBJ的模型 錄DM把它丟進來 好,那因為它只能匯錄到1000公分 1000mini 所以我就把它,比如說我做小支一點500 好,這樣就可以了,匯錄 那它的模型就會匯進來 那麼我只要來家指示怎麼樣 來這邊我只是讓我過濾汆燙一下而已 因為模型我不改 我只要轉換格式 所以我就直接匯錄就匯出 有沒有 匯出 有沒有,可以變成STL 這樣我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好,下載下來之後 我就可以拿到很3DSH放進來 就像這樣 不過呢,它會點正話 所以你可以看到,進來之後 跟這邊來比較一下 我會做這種比較的 有沒有 有差吧 對不對 它的那個線條 它就不是Smoose 因為我們一直跟各位講到 3DSH就是要去去 嘿,這樣子 這樣有了解的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就可以從外面把OVJ的模型把它叫進來 那樣 但是,我們在這個方式 可以做主題 你其實會有一點 沒有,會有一點 的